欢迎来到我们的外交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梁俊 今天我们将带来几则令人关注的国际新闻 首先来自海地的报道 一位名列FBI十大通缉犯的海地黑帮领袖 声称他们正在解放国家 这是否真的是为了人民的自由 还是另有所图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记住 我们转向印度 一起发生在美国土地上的暗杀阴谋 揭露了莫迪领导下的印度政府的黑暗面 这起事件牵扯到了印度的情报机构 震惊了国际社会 最后我们来看看中东的冲突 以色列对于加萨地带的拉法进行了空袭 造成至少22人死亡 包括妇女和儿童 这一行动再次引发了国际社会 对于这场长久冲突的关注和担忧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全球的政治舞台上 各国内外的动荡不安似乎是永远的主题 从海地的帮派问题 印度的间谍行动 到泰国的内阁改组 这些事件背后不仅仅是权力的争夺 更反映出深层的社会 政治与国际关系问题 CNN近日带来了一则震撼的报道 一名海地帮派领袖 Innocent 同时也是FBI十大通缉犯之一 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Innocent是Chris Berry武装团体的领头 这个组织是导致海地无法无天的多个犯罪组织之一 在采访中 Innocent提出 如果政府听从帮派的要求 海地的和平有望恢复 他声称帮派想要摆脱阻碍国家进步的挂头 并准备朝住解决方案努力 然而批评者认为 鉴于这些帮派对普通人进行绑架和犯罪 他们声称为了解放海地而战的说法是虚假的 专家表示 海地的帮派越来越独立的行动 积累金钱和权力 他们和国家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是共生的 但现在帮派已独立行动 成为国家不稳定的主要源头之一 目前美国选择不在 海地进行军事干预 而是承诺将贡献3亿美元 给一个多国安全支援任务 但由于对海地政治不稳定的担忧 该任务目前处于暂停状态 另一边向《华盛顿邮报》揭露了一个 关于印度的更加阴暗的故事 据美国和印度的现任及前任安全官员透露 印度的间谍机构研究与分析ERW 试图在美国土地上暗杀一名居住在纽约的西河教活动家 这一刺杀阴谋最终被美国当局阻止 根据美国的报告 这次刺杀是ERW的优先任务 第七指控随后引发了对ERW使用与俄罗斯和中国相关的苦喝喝和暴力手段 对付意见团体 活动家和记者的指控 在泰国 政治格局的变动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欲经亚洲》报道 泰国总理萨特·塔伯森对其内阁进行了调整 其中最关键的变动是外交部长 Pomprevahir Nukara的降职和随后的辞职 预计前驻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大使 Varison Young-Parsen将成为下一任外交部长 此次内阁改组还包括交通部长Saria Workman Gretchen的晋升 以及副总理萨特·塔伯森接管公共卫生部 这一举动被视为执政的泰国维泰党 在十一党联合政府内部进行了重组 该党在政府内的操控空间有限 这些事件不仅彰显了各国内部的政治动荡 也反映了国际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和影响 无论是海地的邦开问题 以色列的空袭行动造成了至少二十二人的死亡 包括妇女和儿童 而是国家内部矛盾和国际关系交织的结果 这些事件提醒我们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舞台上 寻求和平稳定与进步的道路 从来都不是一条轻松的路 近期中东和亚洲地区的紧张局势 再次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在加沙地带的拉法市 以色列的空袭行动造成了至少二十二人的死亡 包括妇女和儿童 而在南中国海 菲律宾否认了中国关于双方就海上争端达成协议的声音 这些事件不仅加剧了地区的不安 也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于和平解决冲突的呼声 据多伦多新报报道 在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拉法的空袭中 至少二十二人遇难其中包括六名妇女和五名儿童 美国和其他国家已敦促以色列不要入侵 以免引发人道主义灾难 美国还呼吁哈马斯接受最新的谈判提议 但内塔尼亚湖办公室对此事尚未发表评论 美联社的最新报道也证实了这一消息 指出空袭发生在周一深夜 目标是三户家庭的住所 第一次空袭导致11人死亡 第二次8人 第三次3人 以色列军方并未对这些具体的空袭行动发表评论 但他定期在拉法直接轰炸 声称这是加沙地带最后一个主要的哈马斯据点 自2021年10月以来 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冲突已造成超过34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其中三分之二是妇女和儿童 美国国务卿安都尼布林肯开始了他自战争开始以来的第七次中东外交任务 计划防卫沙特阿拉伯 约旦和以色列 与此同时 在亚洲 菲律宾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争端也引起了国际关注 戴库卡 菲律宾否认了中国关于双方就南中国海争端达成协议的声明 菲律宾国防部长吉尔伯托特奥多罗明确表示 自费迪南德·尔马克斯小姐上院以来 国防部不知情也不是与中国在仁爱交达成任何内部协议的一方 此前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曾声称 两国同意了一种在该交言管理紧张局势的新模式 这些事件揭示了国际关系中的复杂性和解决冲突的困难 在中东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冲突持续不断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和人道主义危机 国际社会对于和平解决方案的呼声日益高涨 而在亚洲 菲律宾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争端也凸显了地区安全的脆弱性和对话解决争端的迫切需求 这些事件提醒我们 国际社会需要共同努力 通过对话和外交手段来解决冲突 以维护世界合体与稳定 在这个充满变数的世界 国际政治与科技的发展不断的交织在一起 影响住全球的安全与进步 从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的中东之行 到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潜在风险 再到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雷克西纳·芳尼之间的纠葛 每件事都在为世界舞台添上新的线索 根据多伦多星报的报道 布林肯此次访问沙特、阿拉伯、约旦和以色列 目的是讨论持续七个月的以色列哈马斯冲突 这场冲突造成了三十四 民民巴勒斯坦人死亡 数十万人流离失所 并在加萨地带引发了人道主义危机 全球范围内的抗议活动 包括美国大学校园内的抗议 都在批评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 包括武器转移 在布林肯出发之前 美国总统乔拜登就拜登周白等于 以色列总理本亚名内坦 尼亚胡·班扎曼·纳尼亚胡 进行了交谈 这次旅行是在担心冲突 在中东扩散的背景下进行的 同时拜登政府也在努力防止 对加法南部城市拉伐罗豪发发动主要军事行动 布林肯还将讨论增加人道主义援助车队的规模和范围 建立巴洛斯坦国家以及加萨的未来 在外交事务的报道中 美国国防部正在探索 利用大型语言模型 LLM型 以言模型LLM型 包括OpenAI的XPTT 用于军事应用 与军事应用 与军事应用 要LLM型型开始利用LLM型战争游戏 军事规划和行政任务的实验 然而LLM型带来的风险引发了关注 幻觉安全漏洞 以及无意中泄露敏感信息 因此国防部必须对LLM 在高风险决策中的使用设定限制 特别是在战斗情况下 LLM在处理大量数据 军事规划指挥情报 和自动化行政任务方面可能有用 但他们的行为可能是反复无常的 与人类的决策方式大相径庭 例如 在战争游戏中 要LM表现出对升级冲突 甚至使用核武器的偏航 在军事决策中 使用LLM需要更好地理解他们的运作方式 用户训练和评估其逻辑和数据 而在半岛电视台的报道中 美国情报官员据报得出结论 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 可能并未下令于2月份 杀害反对派离救纳瓦尔尼 尽管情报机构并未否认 普京对纳瓦尔尼致死负有责任 但他们认为普京并未计划 在那个时间点让这件事发生 这一评估在情报界被广泛接受 并得到包括中央情报局CIR和国务院在内的多个机构的共享 纳瓦尔尼的盟友指控普京谋杀了他 并发誓要提供支持他们主张的证据 这些报道展示了当前国际政治与科技发展的复杂性 从中的冲突军事领域的人工智能风险 到国际政治角力 每个事件都是全球安全与和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这些事件的发展 世界各国必须保持警觉 并寻求共同的解决方案来应对这些挑战 在全球各地政治和社会运动正在热烈展开 从美国的国会竞选到加拿大学生的抗议 再到泰国外交政策的不确定性 这些事件不仅凸显了当代社会的争议与挑战 也展现了人们对于变革的渴望和努力 在美国根据雅虎美国的报道 一场激烈的竞选正在东华盛顿州展开 目的是为了取代麦克莫里斯 罗杰斯在国会的席位 这场竞争激烈到了令人瞩目的程度 12位候选人在年初的三个月内 就筹集了100万美元的竞选资金 这不仅显示了候选人和支持者对于这个席位的重视 也反映出当地选民对于代表他们利益的决心和期望 加拿大的情况则显示了一种不同形式的政治参与 据CBC报道 蒙特利尔的麦基尔大学出现了一群坚定的清巴勒斯坦抗议者 他们在校园内搭建了20顶帐篷 并宣称将不会离开 除非大学切断与他们认为与以色列种族隔离制度有关的公司的投资关系 这些学生组织包括麦基尔大学为巴勒斯坦绝食和巴勒斯坦正义学生会 公开了一份名单 列出了50家大学投资的公司 声称这些公司与持续的巴勒斯坦种族灭绝有关 对此方面回应称他们聘请的是外部基金经理 并不直接投资于任何公司 在亚洲泰国的外交政策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变革时期 《外交家》杂志报道说 泰国外交部长潘菲伯亦尼卡拉在一次内阁改组后意外辞职 他失去了副总理的职位 潘菲的辞职时机尤为关键 因为他最近刚刚启动理想人道主义倡议 旨在协助英缅甸内部冲突而流离失所的社区 他的离开预计将对泰国对缅甸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特别是考虑到近期在与泰国共享边界的克伦邦爆发的战斗 这些事件无论是在北美还是亚洲 都体现了当今世界复杂多变的政治与社会景观 从选举竞争到学生抗议 再到外交政策的不确定性 这些故事不仅揭示了当前社会的紧张和分歧 也展现了人们对于公平正义和改变的不懈追求 每一个事件都是一个故事 每一个故事背后都有着对于更好未来的希望和梦想 在当今的国际政治舞台上 美国正展现其在全球事务中的坚定立场 特别是当中国被视为一个霸凌者而非合作伙伴时 根据这汤汤参测报道 美国国务院已经成立了一个专门团队 旨在帮助解决中国因政治争端对其他国家施加的经济胁迫 这项举措施在几个国家 包括韩国 澳大利亚和立陶宛 因其行动或言论而遭受北京经济后果后采取的 这个团队的目标是协助那些面临中国经济压力的国家 并加强美国对这种胁迫的回应 据负责该计划的美国官员透露 对这种帮助的需求非常高 在另一方面 CNN报道称 美国国务院内部对于以色列是否按照国际法使用美国提供的武器存在分歧 在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向国会做出决定的最后期限拓在眉睫之际 部门内部并不一致地接受以色列对此的可信和可靠保证 根据总统乔拜登二月份发布的一项国家安全备忘录 以色列被要求向美国做出这些保证 在NY掺测报道中 随着国际外交官聚集在中东寻求加沙地带的停火协议 以色列政电论是否继续对拉法进行地链入侵 这是哈马斯在该地区的最后据点 以色列官员表示了进入拉法的意图 但也表明如果这意味着能确保释放在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人质 人质 他们愿意咋唤行动 释放所有人质被认为是国务卿安东尼、J布林肯的首要任务 他将前往沙特阿拉伯与来自几个阿拉伯与来自几个阿拉伯国家的官员会面 以色列面临着来自美国等国的强烈国际压力 不要入侵拉法 因为已有超过100万名巴勒斯坦人逃往该地区 生活条件极为恶劣 这些报道揭示了美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多重角色和挑战 从对抗中国的经济胁迫 到评估盟友以色列的行为是否符合国际法 再到在中东寻求和平解决方案的努力 美国正在努力平衡其全球领导地位与国际法律和人道主义原则之间的关系 这些事件不仅凸显了国际政治中的复杂性 也展示了美国在全球舞台上所扮演的关键角色 以及其在解决国际冲突和促进全球稳定中的重要性 随着这些情势的发展 世界将继续关注美国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以及其所采取的行动将如何影响国际秩序和全球和平 谢谢您的收看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star为分 康明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9号 1号 3号 5-6号 1号